我想先針對主要計劃的部分 編號1 陳情人是建議說 要請委員參與我們桌面上的那兩份資料 對,因為檢舉今天有發的桌面資料 包含剛剛有些陳情人在會場上也有在做補充的部分 首先編號1,陳情人、王出場等5人的陳情理由是 針對房屋重新裝修完畢有300萬的花費 現在又在居住中,所以貴度也會辦理土地開發相關事業的工程 針對R03車站難測基地條件的不同意來工建 我們的回應是說,捷運工程拆除房屋是依照台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 自治條例相關規定來辦理補償 如果房屋是有重新裝修符合重置單價上級 單價上級即速的規定的話 我們會依到現地的情況來認定辦理 這個純粹只針對說我們如果要拆遷補償的話 我們也是有依相關規定來辦理的這個部分 如果沒有意見我們就繼續念好了 那陳情編號2陳情方紹威先生 是針對他的位置是在中坡南路249-1號四樓住戶 他針對我們的細部計畫書的內容來講 認為說跟之前說明會所公布的路線並無差異 然後飛彈通過本屋地下穿越 會影響到本屋建築物安全結果的風險 再來就是針對土地開發的獎勵容積的部分 對該建築未來改建以及所增建廣池博愛院R04車站 所增加的附加價值並不大 因為該區距離新義香山站和阪南縣的後山飛站 都以為方便並不需要增加這個車站 另外依照說明書的一個規劃內容 讓人家覺得說有土地廣池博愛園區的開發案 以上的一個說明 那我們的回應是說 新義縣其實整個就是接續我們 新義東元就接續我們新義縣的一個 鄉山站維維軌採地下方式 來直接延續向東來延伸 經過福德街中坡南路到玉城公公園 由於維維軌在福德街與中坡南路道路 路行的很歪 剛剛已經有說明過 而且維維軌遣頓隧道的軌道線型 也受限於捷運高運量系統最小轉換班的限制 以至於部分路段必須要穿越民營房 但是考量民眾的權益呢 我們是已經有做過延期 將車站來做個調整以後 然後來將我們穿越的戶數呢 已經也有12棟減少為5棟 尤其是面積有2200平方 已經大幅減少到733米平方了 所以已經有經過一個檢討討論過 至於說路軌的部分呢 因為受限於轉換半徑的限制呢 仍然必須要穿越紀久建築物的下方 就從剛剛張委員所提示 其實在捷運的工程來講 我們現在整個的一個總長度 1146.6公里的其中 穿越其實對建築物都並沒有什麼影響 所以這部分來講先做這樣說明來讓民眾來做 來做確認 來確保說我們的這個施工安全是不會有問題的 再來就針對捷運信義憲在民國82年規劃案的時候呢 就已經是用廣時博愛月為終點戰了 當時是因為有其他因素來暫時停止在延伸 所以說這個本身來講呢 我們也是經過多次的一個陳情 來跟交通部來做反應 所以我們才繼續能夠來 在廣心 農農農農農延再繼續來往 延伸再延伸 所以這個部分呢也是經過了相當多一個評估報告 對不起 我欠一下 您那個尾端 那個沒有影響 你是不是故記一下 因為這個影響是包括地質 將來 這個 地上的建築跟這個 震動 因為這個尾端呢因為速度比較慢又沒有在存在 是 所以那這個 這個 噪音啊 或者這個地質 或者因為它有很大的深度 要比較更有更聚集的這個說明 比較好大家比較安心 這部分我們在做補充的部分 而現在已經有其他的 剛剛 你讓我講 其他的案例 現在已經都有 你21公尺聲 而且他已經有根本就是載客 速度也很慢 所以這個影響最重要 你要詳細補充 是 我們會在這個說明的部分在針對這個 這個案例以及安全性 尤其他違規特殊性能在做補充的一個說明 那大概第四點就提到說我們捷運的這個補充確實是能夠帶動地方的發展 而且並不是只有廣時這樣發展 地方上都能夠帶動 帶動未來的成長 那這是針對第三案的一個意見 那針對編號3 針對一個編號3的整理由是說 整個 未保護以40多年來這個地主跟建商也就是R04北側 這部分的產權 直接糾紛了一個問題 堅決反對 將松台公寓 聯合開發基地的部分來堅決反對辦理 變個臉開發 那本府的回應是本機率產權確實 本府回答在剛剛其實在做說明的時候本局就已經有提到說 由於這產權上的問題私權問題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做處理 那所以我們也做一個 回應的話我們還是 整個的一個 如果說私權上來的部分來講是屬於私人的部分 還自行協商 所以我們在這個本機率的一個 將來後續行程會按照都委會中共的報告 能來要一都計劃審議的決議來做 來做辦 那針對 編號4 陳情倫 這個理由呢也是針對松台公寓 這四五十戶的弱勢團團體的一個產權的問題針對聯合開發部分 他們還是 還是希望說要保護保護他們的一個生命財 才才產為一個 一個權利的部分 那這個理由呢 我們是同編號3的聯繫意見之一致的 那再包括到後續的陳情編號5 的部分呢 一樣也是跟剛剛松台公寓的情形是一樣 所以我們的回應方式也從編號3來做回應 那針對陳情人編號6 是 沒聲音呢 可不可以叫一下 拜託一下好不好 沒有講話嗎 沒有講話嗎 我看到他 嘴巴是 是不是有講話嗎 當然是有講話啊 辦那個 辦那邊怎麼在講話 陳情人6 所陳情的是針對說R04車站的南側 他認為說不需要有這麼多通風景的設施 是不是建議可以把它取消 或者是跟東仔做合併 然後甚至於我們旁邊有一個公園已經有一個通風景 那這部分來說回應是說 因為我們整個車站的必須要在車站的兩端還是要有通風景 尤其是包括到禁牌器與四壓景 其實在原先在西側的這個公園呢 它其實是已經有擺了部分的通風景 那部族的部分呢 其實是才在所謂通風景 除非才按到Y 它其實本身只是個四壓的一個部分 所以在工園上我們還是有需要 所以有這樣的方法來做回應 那在第7 陳情編號7的部分 也針對R04車站南側的部分 七神樓的一個 大大樓 是認為說在為徵求所有權人同意之下呢 是不應該強行來辦理連海拔 然後當然建議說 建議說是不是能夠 今天說一瓶壞一瓶的政策能夠 就是剛剛所提到希望說能夠 讓他們權益能不要受除 甚至於能夠一瓶壞一瓶的部分 那我們市府的 回應也是有強調說 當時在這個七神樓呢 我們是考慮到整個的一個基地的完整性 還有在施工商的一個安全考量 還有包括剛剛 政委員所提到 我們也擔心到說 他的面積過小 造成他將來在做更新上場會有困擾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 加拿大還是把併在一起來做 做整個整個的一個規劃 把併在一起 以上 事物跟我說 編號8 是針對 你有沒有講話了嗎 沒有 沒有聲音 拜託一下好不好 到底有沒有講話 到底有沒有講話 應該有嗎 我想 我想這個這個陳情的意思是 擔心到說 因為我們 這個所謂的用這個 容積的分配的方 方式後呢 就是說你土地的平數 跟到現在 所要住回來的平 平數是不會一樣的 然後屆時還要再花錢去買 所以針對我們在做 評估的一個 比例分配原則呢 跟他們的認知 甚至於 市長的一個 觀念評判性的觀念之下呢 他們認為說 這樣的差異真的是 差異真的是很大 那我們的回應說明是 我們的土開辦法 一道是依照 督俱化法的規定 以程序來提出 變更都計的主要計劃案 並以督俱化法 土增條例 拼地緣條例 還有辦理 拆遷那個支條例 當然檢疫法 還有土開辦法 等相關的一個 一個規定來辦理 那土開辦法也是為了 要順利取得 檢疫設施 虛用的土地 來提供地主土地 免費徵受 選擇途徑 並不等同一般的 所謂共共都督 更安的部分 當然我們在 報告中 其實在 歷次的說明上 我們也有提到說 其實我們捷運的 土地開發 跟一般的都市更新 在很多的權力分配上 包括負擔成本上 確實都有很大的差異 經過這麼幾次的討論之下 確實應該我們現在的方案 已經是 比都更的 比都更的條件 都還要好了 這是這幾次的 一個 討論下來的一個 結果 聯邦九到九至六都是 馬明明先生 是聯邦七成的 是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剛剛也已經有 也已經有充分的考慮過 那我們也將一些比較文字部分 我們直接 呈列在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 眾議表裡面 去做說 他擔心的是說 我們的地下 參與在這個 這個 製造 是 他擔心的是說 我們的地下 參與在將來的斷層在上是不是會有危險的部分 那我們是依據中央地質調查 針對台北斷層的研究報告顯示 台北斷層已歸類於非活動性斷層 由於檢驗新一線的路線也是位於台北斷層帶的外援 所以這個檢驗的工程影響可以以工程技術來克服 將來的西部設計廠商進場 也針對地質也會做補充調查 還有一個瞭解這個路線斷層的分布還有工程性等等 來加強這些設計 並補以地盤改良強化基礎存在地 來減少額外呈現的方式的精涉設計 這主要是用的工程技術來克服現在這個地質的部分 那再針對編號11層 這位排骨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派對